11月22日下午1点左右 尼亚加拉瀑布的彩虹桥边境检查站 突发汽车自杀性炸弹袭击事件 造成两名乘客死亡 一名边境工作人员受伤 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最繁忙的四个过境点关闭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水牛城办事处发布声明证实 这起爆炸事件发生在彩虹桥美国一侧 调查正在进行中 据一名执法官员称 事发车辆是从加拿大进入美国的 接近边境安全检查区发生了爆炸 CNN报道就在爆炸发生前 海关官员重新对这辆车进行了第二次检查 公报援引执法部门消息人士的话说 驾驶汽车的司机涉嫌加速 穿过隔离进出交通的围栏 撞向二级检查大楼 消息人士告诉FOX新闻 这是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 因为在车内发现了爆炸物 这辆车的车牌是安大略省的 尼亚加拉地区警方表示 他们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目前在加拿大边境没有已知的威胁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发布声明称 公共安全部长 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全力参与 并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正在与美国官员联系 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州警察正在与联邦调查局恐怖主义特别工作组 合作调查这一事件 美国国税局IRS11月21日表示 将再次推迟实施2021年的一项法律 该法律要求Wenmo PayPal或CashApp等支付平台 向本纳税年度收入超过600美元的任何人 发送名为1099K的纳税申报表 这是IRS连续第二年推迟实施这项新规 国税局官员说 延迟的一个原因是纳税人不清楚 根据新法律应该报告哪些交易 例如朋友和家人之间的交易无需报告 如出售就家具卖车或还钱给朋友 同样通过Ebay等平台 亏本出售二手物品 可能会收到1099K表 尽管这些销售不会产生纳税义务 此外国税局表示 从2024纳税年度开始 随着新规逐步实施 它将把基本申报门槛 从600美元提高到5000美元 美移民局ISIS11月21日宣布 MyProgress查询将拓展到 临时保护身份申请I821表 和登记永久居留或调整身份申请I485表 申请人可通过移民局的在线账户访问MyProcess 该工具会基于过去类似案件的审批时间 就申请人各案提供预估的时间表 包括最终获批时间 但在最初阶段 网上查询仅适用于亲属移民绿卡申请者 以及与阿富汗有关的特殊申请者 移民局提醒个案有差异性 也无法考量所有导致审批延迟的因素 因此预估的时间表不一定准确 除了I485表和I821表 MyProgress还适用于提交工作许可证申请I765表 难民履行证申请I131表 入籍申请N400表 永久居民卡更换申请I90表 或外籍亲属申请I130表的申请人 以色列政府与哈马斯11月22日分别宣布 双方达成一份为期4天的临时停火协议 主要涉及交换被扣押人员等 加沙地带将于当地时间23日上午实施起停火 以色列政府发布的声明称 哈马斯将在4天停火期内释放50名妇女和未成年人 哈马斯每多释放10名扣押人员 停火期则可以延长一天 声明称 以色列国防军未来还将继续军事行动 直至所有被扣押人员得到释放 哈马斯的声明称 作为交换 以色列将释放被扣押的150名巴勒斯坦妇女和未成年人 临时停火期间 乙军将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地面军事行动 加沙地带的空中行动也将暂停或减少 乙方允许数百辆运送药品和燃料等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卡车进入加沙地带